庞博冷气高粉丝多是有理由的 富兰跟庞博冷气高粉丝多 是因为他们两个很早就结婚了 你以后要打就打那种离婚的 跟你讲 就是你也知道爸妈看这种电视 他喜欢看那种正能量的 我觉得我爸爸会非常喜欢黄警官 因为黄警官很正能量 他还有小孩了 最重要的是黄警官 他是我们黄浦区的 不好意思 黄浦区的 真的 其实上了节目之后 我爸妈都很担心我 因为社交媒体对很多女演员 会有很多的评论 我有一次上一个直播活动 我爸觉得我没有什么粉丝 想给我撑人气 播了一会儿 弹幕上就出现一条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女主播笑起来很好看的 像她妈妈一样 弹幕还有口音呢 这厉害厉害 还有人在我微博下面留言 说天王盖地虎 诺拉一米五 立刻就有人回复他 哦 这件事情哦 也不能怪他的 他小的时候不太喜欢喝牛奶 他的妈妈呢 也没有管管他 那人就回来 啊 你谁啊 他妈妈 哦 我不是的 我就是个路人 那为了感谢这位路人呢 第二天我就买了每100毫升3.8克原生乳蛋白的经典有机奶 对路人说 天王盖地虎 妈咪最辛苦 经典您常常 营养又健康 我为什么要讲这样段子呢 因为我真的很想赚钱 我觉得我们女生在变美上面花的钱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不瞒大家说 很多人除了说我矮 还有很多人说我胖 我也知道 因为我的小腿很粗 今天把它遮起来了 我去年穿了套粉色的西装 下面是短裤露出小腿 怎么跟你们讲 去年我上半身快乐女生 下半身巨石强森 我到后来真的去打了那个小腿针 然后我突然发现 医美的医生 像是半个心灵医生 他跟我讲说 你对自己哪里不满意 我说我小腿很粗 还有呢 我的脸也很肉 还有呢 我很矮 还有呢 我袋子不好笑 有人讲我有压迫感 我要不要讲脱口秀了 真的 我觉得做女人太难了 而且你看网上那些短视频啊 它会给你很多的外貌焦虑 它会告诉女生 你要变好看的话 你要又盐又甜又酷又辣 简单一句话 你要色香味俱全 而你们知道男生要变好看 要做什么吗 只要干净就好 你只要洗个头 哎呦我的天哪 这是我们的菜了 而且网上你看看 总是对女生的外貌 很不自信 对吧 我们女生有什么 我们有梨型身材 苹果型身材 等等等等 但男生只有两种身材 有八块腹肌型身材 和 哼 我有钱要什么身材 怎么跟你们讲呢 就是外貌对女生来讲 真的非常重要 再厉害的男生 无论别人怎么劝 他都要看脸 张无忌厉不厉害 五只大侠 他的妈妈小时候临死前 应届地跟他讲说 啊 无忌 不要相信漂亮女人 他们都是骗子 张无忌长大以后 身边围的全都是美女 你就感觉张无忌听到的是 无忌漂亮女人 怎么说呢 我真的觉得现在 大家对女生的外貌焦虑 真的是太严重了 连我内心都在想说 这个比赛 比起好笑 哎 我也许更想看到人在弹幕上 这个女生还挺好看 但很可能 这个时候又会多一条弹幕 说 我就是一个路人啊 我觉得这个人还蛮好看的 主要呢 是像他妈妈 谢谢大家我是Nora 谢谢Nora 不用碰到我 这真是一娘啊 Nora跟去年比进步非常大 我觉得她这一气呵成非常好 而且今天说得特别的可爱 又舒服啊 那大老师是第一次看吗 对对第一次看 我就觉得特别的可爱 太好了你是第一次看 你没看到我上期的样子 我补一补 我看看上期有多差 不不不用了 因为上期你给她的建议 我是比较认同的 然后今年呢 我很惊喜是说 她有很多自嘲 自嘲得非常可爱 然后你当时提到压迫感 那些问题也都完全没有了 其实我是没有听够 她讲她父亲那段 所以那段起得比较高 对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 然后后边下来的那个 就我就 我不知道啊 我讲这可能有点冒犯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本子里 如果是多讲你父亲那块 我们可能早就 对 因为我也是等了一会儿 就管了别的事了 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个三个灯 我很有同感 我很有同感 其实女性容貌焦虑 身材焦虑 年龄焦虑 其实都是在于 她们会觉得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比自己的自我评价来得更加的重要 但是我的确是觉得前半段 说的更有原创性 更精彩 对 好 那我们请Rock回到舞台中央 我们把选择权 交给现场的观众 红色 下一个外国比赛 红色代表Rock 蓝色代表Nora Nora 欢迎来到英语演讲 好 请投票 今天气很足 你的气很足 我今天气很不足 站上来就去 我也心很去 Rock 中年人的这个形象不会太招 现在年轻女生的喜欢 对 但是Rock真的很厉害 她这段很好 很好 很好 就我觉得自己现在2A赛的段子 可能不至于被淘汰 我觉得今天表现还挺好的 被淘汰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大 2 1 请投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 Rock Nora最终的得票情况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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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接近 很接近 203米82 恭喜Rock 103票 晋级成功 喂 NARA得到了82票 成绩也很好 加油 演阅试镜 大家好 我是演阅 不知年天 对不起 这是一段漫才 这是我们第三次参加特有秀大会 我觉得我们去年拿了第十名 我们今年应该可以拿到28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进步 中和一下吧 嗯 那就第八名 从今年就是我们开始思考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然后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 又去寻找一些伤痛 我觉得演阅阅的进步非常大 这俩人是每天在一起念叨 即便在如此默契的情况下 仍然是每天在来回练习 我们想做两个版本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那再来一个 再重来一个 我觉得我们比以前更老了 成熟了 老练了 但我们今年有个更重大的变化 我们看我们的段子就知道了 好嘞 我们也看到了两个麦出现在台上 接下来是双人组合 有请 两孩子来了 咱俩如果刚才足够炸 他们就可以是三胞胎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们俩感情特别好 但是我们同居太久了 现在有点受不了了 你们想双胞胎睡在一起就很烦人 25年了 每天睡在一张床上 穿着一样的衣服 长着一样的脸 我每天早上从他身边坐起来 都感觉像灵魂出窍 而且经常是我睡着了 他睡不着 他就在床上滚来滚去 我们俩看起来就像人死了以后 灵魂没有安息 天哪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的命就是永远黏在一起 不管我们这辈子有多少矛盾 老了都会一起 滑辣双人轮椅 老了就算走不了路 也要一起去撞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但问题是我是他姐姐嘛 那作为一个姐姐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照顾她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分工 就会越来越像一对夫妻 我负责洗碗和做饭 我负责吃和点评 但他还是会说 他为这个家做了很多贡献 我们家的开关全都是我控制的 还是声控的 我要关灯 我只要喊一声 盐一把灯关一下 后来我受不了了 我搞了个Siri 我说你以后就喊Siri 把灯关一下 我就喊Siri 叫盐一把灯关一下 而且我发现我每次都会忍不住答应她 因为跟她在一起 我正在体会一个女人 能体会到的最大快乐 那就是奉献 最近我就跟她说我想分开住 但是我就有点犹豫 因为我们俩分居就有点像离婚 我就跟她说你看我们在一起住25年了 这要是一对夫妻 小孩才刚刚考上大学 我说正是离婚的好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很像一个有担当的男性 我说我要分给你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只留下钱和房子 分给你自由和希望 所以我就赶紧出去租房子 然后我还舍不得花钱 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 然后她给我买了一个换鞋凳 我根本就用不上 因为她家门口窄到 那个换鞋凳没有办法从箱子里拿出来 所以我现在每天坐在换鞋凳的箱子上换鞋 然后呢我就只好又给她买了把椅子 结果椅子更拿不出来 现在只能放在换鞋凳的箱子上 结果她家现在一个家具都没有 但是门口有一个loft 分居以后我也像一个男人一样 我觉得她没有我肯定过的不好 所以她特意跑来我家关心我 然后我打开家门 远远看见她的样子 我就开始窃息 我说你看你 你才离开我几天就变成这个鬼样子 你脸都变大了 我走出来说那是一面镜子 她也很担心我独居 她就送了我一个监控摄像头 我主要是想监视她有没有带别人回家 组成新的双胞胎 还好没有 还好没有 只是一些普通男人 分居以后我有一些真实的发现 就是我发现女人真的太擅长为别人放弃自我了 因为以前我们俩一起住的时候 每天早上她都会给我们俩准备牛奶 但是分开住以后 我才知道她喜欢喝的其实是豆浆 但更可怕的是 我发现我喜欢喝的其实是咖啡 作为女人 只要我想付出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想要什么 她根本就没有试过了解你 她是真的不想了解你的 那她为什么不想了解你呢 因为她爱你 要是她了解你了 她怎么会爱你呢 不过我发现确实离开她 我啥也干不好 就像灵魂离开了肉体 就像男人离开了女人 灵魂离不开肉体 男人离不开女人 但是女人可以离开男人 谢谢大家 很棒很棒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这档真的很牛逼 真的很牛逼 让我们恭喜颜颜月 获得四档晋级 真棒 她们一直这么棒吗 还是这次有特别大的进步那种 其实之前大家都看过 她们姐俩很多很多的演出 这个创作是完全非常珍贵的属于 她们俩 别人根本就没法想象这种创作 对 特别特别好 但是一直以来总觉得 脚本写的是无敌的好 然后表演有些遗憾 但现在呢 随着上一季的收尾的时候 她们已经就越来越好了 然后这一季就感觉 表演完全无懈可击 就是这种进步 是让人非常非常感动的 作为老一辈脱口秀演员 看到你们这种进步 是由衷的就是喜悦 对 所以我是拍得很早的 一棵是早树另一棵早树 那么 我也是那点拍的 对 那么自然地加到这个里面去 毫无牵强的那种结合 所以非常非常敬佩 对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就是演员终于把双胞胎脱口秀 这事研制成功了 研制了很久 终于成功了 那个杨文老师看到这种形式 还会觉得我们这形式多怪多怪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双胞胎 也容易掉入自己的那个坑的 就是人家大家都知道 你们要说这个 就你们俩长得很像的这件事 而且两个人都是那种很很稳得住的 没有那种做很多的表情啊夸张啊生动啊 所以反而觉得特别的好笑 他们生活中就是不生动的 真分开了 对 为什么要分开 是因为男人吗 因为赚钱了 没有 不是赚钱 分开赚钱是什么意思 我们住在很近的地方 只有400米 只有400米 而且我现在天天住在他家 那根本不分开有什么区别 但是即使双胞胎也需要有这种个体的 当然 存在需要有自己的那个空间 非常的好 我只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在演过程中说不喝牛奶啊 下次可以尝试 经典有机 高营养不会有人不喜欢 是的 男人女人都爱喝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这个演艺演乐 如果顺利的话 在今年十月份会登录乌镇戏剧节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还有我们的朋友们一起 就是杨丽杨文 还有 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舞台 脱口秀舞台剧 然后我们最近在写剧本 然后在排练 到时候会跟我们的脱口秀朋友们 一起去乌镇演出 然后欢迎大家来看 好期待 恭喜两位进入剧剧区 谢谢 请不提 好看是吗 我知道 我知道 请大家多关注我的作品 好不好 去年我是第一个被淘汰的 我被淘汰之后 直到现在 我还是会收到一些网友的点评 非常专业 给我发微博自信 我觉得你不好笑 但是挺好看 我说我觉得你脑子有病 但是眼光不错 太惨了 然后很多人不认识 我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土提 你们应该能看出来 我是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姑娘 当我演出这么几年 我发现 大家已经对维吾尔族 开始有自己理解了 我有次演出 问一个姑娘 我说 你猜一下我什么民族呀 她说 迪丽热巴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 每一次我演出完之后 都会有观众 乱叫我的名字 你记不住你就记不住 你不要乱叫 经常有人 爱那个迪丽那扎 鼓利热巴 这都算了 最近竟然有人叫我 马尔扎哈 那是啥呀 不知道 这个游戏 结束的名字好像 全名叫土提鼓利热吉啊 这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他是个爱好非常多的人 他爱好非常多 比如说看足球比赛 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看一下男生看足球比赛的状态 哦 太愚蠢了 你知道男生看足球比赛的时候 那个状态真的很离谱 他的代入感会非常的强 而且他代入的角色 也不是现场的观众 不是选手 而是教练 每一次 到了那种赛季的时候 就凌晨三点 他就坐在家里面 穿个西装 你给呀 你给牌呀 给牌 这都不给 这都不给 这也没人 OK 换人换人换人 他要把电视里的人换了 太奇怪了 但是 我在这里还是要夸一下他 我男朋友真的很厉害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前年北京时间 7月16号的凌晨 就是他 带领着法国队 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他吐槽了这么多 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就是 我今年年底左右 我打算跟他结婚 谢谢 我一直不想结婚 但是我直到遇到了他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必须要 嫁给这个男孩子 我都已经决定好了 我就要生三胎 最好都是双胞胎 这样就有六个 每天就在家里面 跑来跑去 再养两只猫 再养两只狗 就是 也不是因为我有多爱他 我只想试一试 这可能是唯一一个 能阻止他 做那些事情的方法 好 我讲这些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开心 我觉得这挺好玩的 主要我老公也是个足球迷 所以我特别有代入感 然后这个 特别厉害 但是我跟你说 这样的男人通常很可爱 对 是吗 那我就不跟他分手了 好 谢谢杨朗老师 谢谢 好 请KID来到舞台中央 两位评票 决定权交到观众手里 红剑 KID 蓝剑 大家好 我是大雄 这期我们来聊聊恋爱 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 很爱问一些送命题 我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前女友她突然问我 她说 你会喜欢上别人吗 我说不会 就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呢 因为你能得到的答案 只有不会 没有哪个男人会说实话的 对吧 不可能她问我说 你会喜欢上别人吗 看情况吧 世事难料的嘛 你有好的介绍吗 还是不可能 女生 她们有时候问问题呢 真的不是作 就想你哄一哄她 她可能要耍个line 或什么的 你就哄一下她就好了 很简单的 有一次我前女友她下班之后 她问我 她说 好烦啊 你说为什么老板会拒绝我的方案呢 我以为她真的想知道原因 我就直接说 我说 因为你的方案不行啊 你看你这里就不对 得改 过了十分钟 我就跪在地上说 是我不对 我改 太蠢了 男生不要这样子 不要去解决问题 女生她这个问题的背后 是在骂某个人 你就跟着她去骂就对了 男生要做的真的很简单 对吧 比如女朋友下班了跟你抱怨 说 哎好烦啊 你说为什么老板又拒绝我的方案 她就是有病 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我下箭了我帮你打她 然后女生就会 哎呀没必要了 哎呀没必要 哎 跟老板也没关系啦 也有可能是因为今天来了个新的女同事 她肯定也有病 虽然我没见过她 但是看她不顺眼 真的 下次见了我就帮你打回她 真的 真的没必要这样子吧 也有可能就是我的方案不太行吧 我就 这是你自己说的 她还爱在一些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问我问题 很烦 有一次我跟大家去看一个动画片 叫彼得兔 你们看过吗 可能有 里面有段情节就是一群兔子 他们在讨论 要爬上一棵很高的树 然后就爬上去了 看到这里她居然问我 她说 这有点不合逻辑了吧 兔子怎么会上树呢 就我都崩溃了 我说大姐 这群兔子都会开口说话了 你还管她上不上树 他们甚至可以去上坟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她还会问一种题 我称之为细节题 就是你得回忆起 你女朋友的点点滴滴 有一次她突然问我 她说 你还记得我的星座吗 我当时突然忘了 但男人是很嘴硬的 我们不会承认自己忘了 我们会做什么 拖延时间 赶紧回忆 拖延时间的方法就是 不断重复女生的问题 当时她问我她说 你还记得我的星座 我就 你的星座 你问我你的星座 我在一起这么久 你居然问我你的星座 我脑子在想她什么星座来着 我只记得她的生日是10月29 但我忘记什么座 她说你是不是忘了 我会忘 你说我会忘 开什么玩笑嘛 我10月29还能是什么座 还能是什么座呢 我还是没想起来 她说如果你真的忘了话 我恨你一辈子 我说天蝎座 虽然我不信星座 但是天蝎座是真的爱记仇 水瓶座最爱流泪 真的 虽然我刚才吐槽了很多 好像女生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 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女生问问题 是真的能问出点东西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在不断重复你的问题 那就是心虚的表现 你回去就可以问一下她 你跟这个女的什么关系 这个女的 我跟这个女的 你居然问我跟这个女的什么关系 八成有关系 真的 如果她开始反问你 那你觉得我跟她能有什么关系 九成 如果她甚至开启了玩笑说 行行行 我跟她关系不一般 行了吧 百分百 真心话就是通过开玩笑说出来的 谢谢大家 我是大雄 谢谢 谢谢 谢谢大雄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 作为这个水瓶座 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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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同感送命题的一个环节上面 就前几天 因为我孙生生日了 我们去clubbing 然后我就 这一班朋友 我前面看到有女生 身材挺好挺漂亮的 上海的姑娘也是挺漂亮的 出来玩的时候 然后我就 老公有没有看到 没有啊 我前面没有看到 可是她就在 我我我 没有啊 她一般会扫一点 就有吗 没有 但已经看了 但是你在路上 如果 你有看到帅哥 你老公正好在旁边 你 你会怎么样 直接看吗 我真的会直接看的 哎 我们为什么都特别直接 但是看也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看一下而已啊 女生可能 可以更直接一点点吧 没什么关系 那男生会要 男生真的会想很多 我们是真的在看 有可能就是 你们是谁 你说你好吗 我就是 还有一点我对你不太满意 哎 你女朋友就你女朋友呗 你你们你们的 哪门呢这些 攻击范围有点大是吧 对 其实这套是比较冒险的东西 我这次找不着嗨点 然后感觉说的所有事都特别有道理 然后就要学习啊 跟上课一样 就是没有对吧 上回那个感觉 它上回特别好玩 就把生活之中 搁进了很多综艺节目的特 综艺节目的音效 那个特别有脑洞 今天这个呢 因为大家都在说这个事 已经听着有点 有点平平无奇了 所以我希望更有嗨点 大雄应该会更棒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OK 恭喜大雄 获得三个拍灯 进入等待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啊 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 生在五月二十一号 就是双子座 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五月二十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二十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 恨几回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 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诶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 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不能两全 躲落 allowance 有 pointing 有点咄诺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没有办法 所在她面前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啊 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住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不 漂亮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对着她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种 真好看 真好看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我说啊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爸别说了 吃饭吧 别聊这个 哎 你可着点急吧 啊 三十三了 明年四十了 我说爸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是吧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哎 那谁结婚了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就在我的认知里呀 就总感觉前任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啊 我说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都没联系 他说啊 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 那你想看照片吗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然后我这哥们就掏出手机来 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拍的照片啊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啊 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 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啊 我才意识到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得挺幸福 幸福就好 哎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了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啊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 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有点危险 周老板 有权孽 现在结果有点难说了感觉 我不会那么选顾吧 给大神背上 不会吧 谢谢齐曼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哎呀 这一组 太难了 这也 这一组 听说周老板这次 那头排名又第一 同样的剧情再上演 去年就是那头排名第一 然后一V一V一的时候 又是第一个人上来说 我不行啊 后面有周青默 然后啪 就晋级了 然后我就被淘汰了 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 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 不会 哎 静姐怎么样 天花板这怎么样 对 我觉得 天花板怎么样 对 我觉得李淡 做了一件特有意义的事情 真的特别棒 我是看到每一个人 每一组人 或者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不一样的